歡迎收看瞬間看讀贏 今次又和大家夜媽媽看下馬仔 最後一個節目 今天和明天帶有馬米早晨 千萬不要走開 當然要看到馬尼早晨 當然要看到馬尼早晨 也要訂閱我右下角這個訂閱鍵 有時有些長次好像賊組一樣 星期三有兩組賊組千二 好像很亂 四班弄成怎樣 不要緊的 因為你有我旁邊這個堅持APP 可以下載它免費使用 立即帶大家看看 怎樣可以瞬間看讀贏 贏過這個路程究竟有多少匹 見到日日靚這匹馬 其實沒有贏過這個路程 不過他就贏過1650 算是縮程的馬匹 另外陽明高高121650 跟全心全意一樣都贏過了 至於牛青大哥 簡直是這個路程專家 接迷心水 跑四班菊草千二非常拿手 超然也是千二贏 不過是泥地 但他現在比較平分高又老 可能也想減分才可以 即管是二當家王和南幫不幫到他 其實贏過這個路程只有三匹 一日靚方仔也是特意熟程 因為同日有1650 他沒有馬出 反而頭場他自己的精彩飛動 都三面1650 他也不報 但不要理他怎樣想 總之一日靚也是熟程 今次這場瞬間看獨贏 介紹了二班二場的四班千四米賊組 希望大家看到這三匹 黃色的贏過這個路程的馬 就算不買他 而主力投注 也要拖一下他 因為這些馬曾經贏過這個路程 會變冷的原因 可能因為檔位不好 騎師不好 或是平分最近的往績不好 會令你冷落他 但曾經贏過就會贏過 如果不是同場 有很多馬匹 跑過這些路程幾次 其實有些都未贏過 你選擇他也是沒用的 另外就是轉了路程的馬 我想不同練馬師有不同的心意 例如超然可能想減分 落班 落五班才博 不出奇 方仔就特別些 他有精彩飛動贏過三次 又不跑1650 他沒有馬出 但是每天靚 擺明就是縮情 因為他曾經跑過1650 都試過贏 這次節目時間差不多 右邊一會有我頭像 明天晚未再會 早晨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